這些比較特別的聚會來的 劇情需要 很多人不知道我背後的動機 因為我開這些課程有一個動機 這個動機就不是大家想這麼簡單的 原來世界上人體就可以有一個自我治療的能力 那些人忘記了 希望提出來這個世界 這個是很基本的動機 真正的動機是 沒有講的 所以就在這次的聚會講一點點 講過很大的題目 但知道未必做得到的這個世界 但都應該留一些火種在這裏 所以都應該講給大家聽 究竟我開這些課程背後的動機是什麼 我研究醫術很多年 到我發覺自己很碰巧的治療蘇聯的一個女士之後 在這裏 我都在報紙上登過 大家都應該提到 就知道原來那個世界 不是這麼複雜的 是一些人搞得複雜的 無論你放什麼標籤在這裏 是沒有意思的 所以那時候我就曾經叫 蘇聯 前蘇聯的外交官的太太 是想著那個聖母來幫到她 證明那些是沒有意思的 她是令到對方有一個立足點 她才能夠啟發到她那個潛在的能力出來 那這個是一個比較 不是我的工作重點來的 就是我知道有這回事之後 我會拿到這裏 那些保健班 或者讓人知道一些這樣的知識 比較隱蔽的知識 是什麼重要的動機呢 就是我在世界上有很多地方 特別文明的地方 就是繁華的地方 落後的地方醫生不同 落後的地方那些醫生是很真誠去醫人的 我是感覺到的 就是碑馬 越南 印尼 菲律賓 馬來西亞 蒙古 就算是中國農村那些赤腳醫生 就是說你越窮的地方 他越是很真誠去醫人的 醫生 無論他的醫術高深或者不高深 因為他面前的病人是沒有能力的人 他給的錢是非常少的 有些真的幾乎都沒有錢給 不用的 但是他們很真誠 但是我在繁華世界呢 我在繁華世界 在那些醫學界那裡 你聽到你說話 我有一幾個機會 大家讀完醫出來 各自去了一些大醫院做事 那已經是一個很高深 從社會來說都叫做有地位 比較高深的人 做醫生 剛剛 那他就會買一架小車 上班下班 買一架日本車仔 省油 租一間公園仔住 因為初初的建設醫生 未曾有經驗 未吃到人 那些公園仔住 到他慢慢不見了幾年之後 他就換了一間漂亮的房間去 那架車又變了是奧迪 所以他就沒有人 沒人來說話 就說話 沒人來說話 沒人去說話 那他會講的話 和說話 就是你找不到在農村社會內 國家 聊天的時候 但是沒有做一件事情 因为他每天回去都面对很多同事 坐的车离过他 住的屋又离过他 特别见到那些出来挂牌的人 挂牌的医生 他就更加自己要低头先 因为他没有江湖地位 挂牌的医生 他又赚的钱多很多 又可以在社会上活动 又多了很多江湖地位 他继续追求那些名利 每天他团算这种东西 因为他行医的时候 是没有时间去想 古老港的灵魂的问题 就是你这个人没有灵魂了 等于属于良心那方面的问题 他没有了良心 他没有时间去想那样东西 他就将那个行医 是一种事业来的 不是置业 不是向那个置业 是一种事业来的 他又不是说谋生的工具 他比谋生的工具好一点 因为他有社会认同 江湖地位 可以一路一路向上爬 但是这个繁华社会 你会发觉 就令到很多国家 这种行业是令到社会有危机的 现在在美国 我们说是20年前 他每年的医疗费用 政府是去了一万三千多亿美金 是很大件事 台湾现在都困扰的 那个医疗 每一个国家 我们说富裕的 反而贫穷国家 就没那么大件事 因为那个医生 他又穷 病人又穷 他又不需要买什么车 有时候他踩单车 或者是电单车 又不需要和人比较 好了 所以我就说 不是说将他介绍这个医术出来 和他们的西医对抗 例如说 希望透过我这些课程 发释到一些有心学东西的人 或者他有缘分 他更加进步的人 作为一场是斗争 不是医术上的斗争 是我们的世俗 在道德 和做人的原则的底线 是和这个社会 那个权力欲望的斗争 你为一个斗争为一 就是说你要有人有料有功夫 去启示出来 人类的疾病不是现在这种方向去医的 不是进来看电脑 帮人看证 然后就完全没有问 然后就叫你去检验一轮 但是他没有治疗你的 那你要找人做化验 不见了钱但是没有治疗 化验人回来拿个报告给他再看 我们有特别的事 但是没有治疗你的核心 所以这种方向去医生 但是没有治疗 因为这种方向去医生 还是生病的 有很多人都没有治疗 那种方向去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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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挑戰這些權威 就是說能夠在社會裡吵到 要將這個架構打破 打碎 大家看到最近的新聞 我們幾成 我十幾年 教人用萬金油 現在才在社會推廣 現在藥房 有些人不放萬金油出來 區公油是在門口賣的 就是叫人買的 你說是不是要經很多 很大的力量 所以我希望跟大家明白 我們現在在這個社會裡是古老的道德文明 和現代的世俗的文明是一個鬥爭來的 但是這個鬥爭行為是不希望傷害到人 因為現在那些醫生他沒錯 因為他走進了一個這樣的世界 拖著他走的 他走去中環租 租層樓 開個診所 整百多元一尺 租金 是不是 一千尺 這樣十幾萬了 沒計算請秘書 請護士 助理護士 那你叫他怎樣不收錢呢 所以歸根絕底就是這個繁華社會的政府 我相信台灣好像賴清德都是學衣出身的 台北的市長是柯哲民學衣的 但是他都交不了 他又會涉及他們學那些公共的行政學 又被人弄一個設計的遊戲 被你掉到陷阱 你又要計算那一套這樣來玩 你用那一套遊戲來玩 一層層次去剝削人 剝削那個病人的金錢 剝削病人的心靈 剝削病人的時間 剝削了社會的資源 整個系統都是錯的 所以今天我這個講話 你可以錄了再登出來被人知道 這是一個鬥爭 我們國家 大家今天看過我貼了一位老人家的 過了一輩子 當然他是以自己的國家為主 就是說我們國家是中國十幾億人 我沒理由跟你西方世界那套東西 是不是 他有理由的 鄭鐵圖 鄭鐵圖 鄭鐵圖國衣 但是在我們的世界來說是不應該這麼狹窄的 你中國不可以獨善其身的 所以我們應該放大這個世界 把一個很老的道德文明 應該是重整的 透過這個醫道 希望大家和我知道這個 我那個正式的動機 是鬥爭來的 就不跟現在香港說 我們現在和這個病毒 這個疫情 它當作打仗 作戰這個錯的 它的作戰都沒有對象 你知道為什麼病毒在哪裡呢? 你連那個病毒那個變身 原理運作 你都摸不到嘛 怎麼作戰呢? 所以你那幫人都摸摸的 但是我們現在這個 這個醫道進行的鬥爭呢 是有對象的 那個對象呢 不是醫生 是一個文明世界的國家的社會的制度 是被一幫壞蛋控制到的 因為它有個保險公司制度嘛 我又有病客 本公司給了 就是這樣 每個人都摸摸你 或者我們政府和你買了保險 大公司也買了員工的保險嘛 對不對? 那你是好像沒有壓力的 那沒有人去想到他究竟 我是不是應該這樣治這個人 或者用一個這樣的程式去 在這個社會做這個醫療的制度是對的 它蠶食了你 你不知道 所以大家知道現在要搞一個鬥爭 但是這個鬥爭呢 需要有人物啦 所以希望呢 有些人才出現啦 方法呢 就放了在那裡 是非常簡單的 你當我們自己是動物 你是懂得自己治療的 你只是給了一個信心的病人 你只是給了一個信心的病人 你會自己治好自己的 或者你自己又相信 你是有能力自己治好自己的 也都不需要你相信啦 你從那個悲哉出來 一顆精子 一顆領子 你整個身體都可以成長出來嘛 那個力是在那裡的嘛 好了 如果你成長了之後 你有東西偏差來講 你能夠可以將你那種力 重複一次 那就自己修補啦 你的手指甲刀刪出來啦 你的頭髮刪出來啦 批了忽育自己就會刪出來啦 傷口自己又會埋口啦 你的力是有在那裡的喔 你不是沒有工具去和人家搞鬥爭喔 只不過說在世俗 他們一個習慣性的行為 是遮蓋了這種觀念的嘛 這種觀念呢 他們沒有分明東方西方的 只不過說在東方世界呢 用這種觀念呢 是傳統性點 用多一點 在西方世界醫生呢 他知道他都不用 因為影響他的利益嘛 所以大家明白呢 希望大家同學 希望努力 有希望呢 多一點是行醫的人來做 因為他有基礎 他才知道這個理念呢 或者有些人 不是看那個名利得失這麼重 或者他有一些是在政府工作的人 他可以利用他小小的影響力 把那些東西扭回正面 那世界不可以一瓣醒透改了 好像最近香港就有很多中藥送來香港 中間政府送很多忠誠來香港嘛 每個人都用忠誠藥去在家裡依照你 對某個行業的西藥的就有衝擊了 但是中間政府才做到的 你平時他都不讓你做啦 是不是 又要你移密 移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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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你拿那個註冊 你都出不了街啦 大家中間政府下來嘛 所以大家要支持共產黨呢 那個力就是這樣講的 我支持共產黨不是支持他那個 跟那個時代脫節啊 或者思想落後 我支持他有一個組織的能力 他有一個斑底 如果你有好的方法 好的意見 如果有一個建設性的政策 給到中國共產黨 執政黨 他肯做的話呢 他有能力做到 這個真的很重要 但是如果你民主社會呢 你給正確方法 或者正確意見呢 你做不到 因為很多其他利益者呢 是藏在一個建制裡面嘛 你提出一些方案出來 他就反對你囉 對不對 所以大家認識這一段 因為基於他們 中國政府的執政黨呢 是有這方面的優勝的 他是做到的 你們是其他國家呢 他玩一個政治制度呢 玩到你好東西都做不到的 玩到你好東西都做不到的 怎麼通過呢 那些法案呢 所以大家都是 還有你除了通過之後 還有很多人呢 是被人收買了 所以這個是 所以我們呢 我們呢 在我們的社會呢 唯一就是在我們現在這個華人社會 特別在我們中國社會呢 去做這個 這個醫學上的領域呢 去做一個正式的革命 從我們成功之後呢 就可以影響到世界 這個我主要的動機 以前沒有講過 今天呢 就借題講了 那其他不講了 大家看回我的視頻 一些溫習自己努力 希望有些聰明的人出現呢 那才有志同道合呢 我又另外有一個小組的 就是將來有些人 真的進階班畢業了 他就是有心學的東西了 那你要有功夫 才能走出這個舞台嘛 因為你空口講八話 這個是浪費時間